其实我们是一间保险经纪公司 可能会有人问 保险经纪broker和保险代理agent有什么分别呢? 让我和大家讲讲两者之间的定义 和有什么不同之处 保险代理agent 顾名思义就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是代表保险公司开拓客户的来源 为公司提供销售保险产品服务 和理赔等服务 主要是代表保险公司的利益而出发 而保险经纪可以是个人 亦可以是一间公司 一间经纪公司可以和多间保险公司制定合约 为客户提供不同保险公司的产品 由于保险经纪独立于保险公司 所以可以客观地为客户 挑选合适服务和产品 简单举个例子 向经纪公司投保 就好像去了超级市场买即食面 同一个类型的牌子有不同的选择 可能你想吃出钱一丁 福字面或新辣面都可以买到 所以保险经纪公司 是可以提供到更多的产品 给客户去选择的 其实自疫情爆发以来 都影响到市民日常生活的秩序 对于市民其实都求成身心的压力 例如可能担心失业 又或者是怕患病之后的后遗症 其实我们保险业都是不例外 在疫情爆发之前 其实保险业的销售过程 都是要依靠面对面的销售 和要签一些纸质的文件 但是当疫情爆发了之后 人与人之间的见面都已经很难了 更何况是要靠面对面销售的保险业 不过有危就有机 其实这一次疫情爆发 改变了大家很多的生活习惯 例如可能在疫情未爆发之前 就是透过一些实体的店铺去购物 但是疫情爆发了之后 为了减低接触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在网上购物 而且这些人都会选择在网上购物 再举一个例子 在疫情未爆发之前 其实我们都是会使用 实体的一些货币 去进行交易和找换 疫情爆发之后 亦都是为了减低对病毒的接触 所以其实也多了人 去依靠电子钱包 这些习惯都可以用到 手机或者互联网 安助家中就已经处理得了 其实这些电子应用在疫情未开始之前已经有了 不过疫情来临,加速了发展的步伐和普及化 藉着疫情的影响,保险业已经开始转型了 保监局推出更多的便利措施 例如推出遥距投保以非面对面的方式 去销售特定的保险产品 积金局也推出了电子化的平台 可以令市民更方便和环保地管理自己的强积金账户 保险业也借此推动保险科技Introtech 保险科技是凡指应用一些暂身的科技 去提高保险公司或保险中介人对于顾客所提供的服务质素 令到购买保单和处理保单相关的事宜更方便 举个例子,Introtech可以如何帮助保险业 就像刚刚所说的 例如遥距投保,非面对面进行保单销售 又或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去缴付保费 其实这些都是Introtech的例子 在以前的保险公司 只可以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去收集有关投保群组的数据资料 只能够透过列出一大堆的问题 例如性别、年龄、吸烟状况 或者是有没有家族市等等去收集一些数据 保险公司会根据客户所填写的一些结果 输入去电脑数学模型 而计出一个合理的保险价格 但由于收集数据的成本考量 所以有一些条件都未能够列入 去这个数学模型的计算条件之中 例如可能是生活习惯、兴趣或DNA资料 令保险公司无法更精准计算和衡量风险 而Introtech的出现 是令保险公司可以以更低的成本 获取更丰厚的数据资源 从而帮助到规划和设计一些合适的保险产品 例如使用区块链、OpenAPI等的新兴技术 有效地帮公司更快 更有效地收集不同产业 不同场景的数据 例如取用医疗产业的数据 增加医疗保险的服务多样性 Introtech在近年都开始越来越普及了 我们看到已经是一个大趋势了 香港最早的虚拟保险公司牌照 出现是2018年 直至现在香港已经有四间虚拟保险公司 与传统保险公司相比 虚拟保险确实是可以彩补当中的不足 让我和大家说一说虚拟保险公司是什么 虚拟保险公司是以消费者作为主导 消费者自觉有需要 其实就可以在网上自行尋找一些资料 即时取得报价 在输入简单的资料之后 其实就可以转行投保 而投保的过程亦都是非常简单和快捷的 虚拟保险公司是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去运行的 有特别高的透明度 而各类的保险计划都清楚列明在保险的网站上 包括是保费、投保额和一些保障项目等等 由于虚拟保险是透过科技去接替人手 整个过程都不需要中介人 所以客户是不需要支付中介人的用金 或者是其他的行政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产品的保费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不过他们主要销售的都是一些消费型的保障 所以他们的产品会比较单一化 例如是一些意外或者是一些住院医疗等等 而传统的保险公司是要透过中介人作为桥梁 客户首先要与中介人谈谈 透过中介人了解各式各样的保险计划 在交谈过程中 客户可以更加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保险计划 传统保险公司的产品比较多样化 例如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人手储蓄 亦有投资相连的保险、强积金、保费融资等等 传统保险公司都可以提供更好更专业的销售和理赔服务 给客户 虚拟保险公司由于在网上的平台作为销售 所以如果多客人需要理赔或者有事项要更改的时候 就要透过电邮或者电话去联络虚拟保险公司去作中央处理 而这类型的公司一般都是以科技为主 所以他们会以机械人先过滤和尝试解答客人的查询 因此客户有机会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好的解答 如果需要专人解答 就可能需要等长一点的时间 刚刚也说过 传统的保险公司都会有专属的中介人 去为客户提供服务 服务包括定期检视保单、理赔跟进、保险查询 以及一些个人资料更新等 即使未能联络到中介人 一般的传统保险公司都会有中央二线 亦有专人去解答问题 所以传统保险公司的客户体验会比较好 总括来说 虚拟保险和传统保险都各有优势 而这两类公司都是受到保监局的监管 所以大家在投保之前 记得要考虑那间公司的信誉 产品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 以及要详细阅读保单的细质 确保自己是清楚的产品 这就是最好的了 其实新冠肺炎的康复者 是否真的可以买到医疗和危险等等的产品 近日都成为社会的议题 的确是新冠肺炎这个世纪疫症 其实是前所未见的 不少人都担忧 即使是康复了 亦都可能会有未知的后遗症 而保险公司对于未确定的风险 都是有高度的警惕 我们特意向不同的保险公司查询 有个别的保险公司表示 在投保的时候 会特意查问一下 投保人新冠肺炎的病史 包括在三个月之内 有没有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在不同的情况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保险公司分别为轻症患者和重症患者作为分割 轻症患者的定义可能是伤风感冒等症状 而重症患者的定义可能是 入过ICU或出现一些严重病发症 例如是败血症、呼吸或多个器官衰竭等 大部分大型的保险公司表示 现时新冠肺炎的轻症患者 只要在康复一个月之后 保险公司都会以标准的条款去核保 但重症患者即使是康复之后 保险公司都要根据它的情况进行额外的评估 有机会都会被保险公司施加更多的附加条件 才可以批出报单 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深远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如果是怕因为患上新冠肺炎而有后遗症 又或者是怕医疗记录 对往后的投保有不良影响的话 就要及早去购买医疗或危险的保险 在购买保险之前 记住要向专业的持牌中介人 查询保险公司最新的核保指引 以免日后会出现一些不保事项或拒保